好 又到我們逢星期二晚的神經DJ了 其實很恭喜你 神經DJ 你輕鬆得到 做完善事的人真的輕鬆點 好厲害 好厲害 你好厲害 不是 我覺得真的有少許神經 所以做慈善的人 因為你已經業務 即是那些事務 即是市政的東西這麼忙 家裡又不是有空 因為你們兩個小孩很小 那你自己跑來跑去 又做多一個平安之家 和我們update一下 上個星期五 星期六 即是五萬元 我要送兒子 突然說要去London 去不了 但我知道很好消息 聽說桌數和錢本 都比你預期高了很多 是啊 多謝所有支持的朋友 因為我們那晚有32位 如果你記得我講過 我們上一年籌到一萬七元 今年我們目標希望二萬 我們最後因為 除了入場的朋友 電場有捐些 再加上我們有很多拍賣 最後我們的善款 是有四萬元的 好厲害 多謝大家 其實哪個項目呢 我們有些朋友 沒得看 這些是exclusive 裡面有 現在人們都出席了 可以說出來 有哪些牽起最高的高潮 基本上很多個都是高潮 你整晚都是由你主持 一直 不是 碧咸 碧咸 我負責上去拍賣 還有負責上去講一些報告 就是說去年我們那一萬七元 花了那六個小朋友 我預備了一些照片和資料 告訴大家 讓大家更強 知道真的有工作 其實那一晚我們都榮幸 因為我們有國會議員樑中心 另外 住加拿大 住多倫多中領館的總領事 房理總領事 他也有出席 所以另外也有很多貴賓 也有出席 那你又說過語了 這些普通話行嗎 他的廣東話OK 真的嗎 他都聽得懂 我沒有特別說 因為我們都希望那個 我們都是用回廣東話 給人家 即是整個都沒有特地去用英文 你希望 也有少少英文 因為在場也有少少 譬如 藥客區和多倫多的警局 也有派人來 總之政商 很多朋友都在那裡 最難忘 或者其中一個高潮 就是有位朋友 他就不太認識平安之家 但他又在其他電視堂裡 看了一個我和訪問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原來他都間接認識我媽媽和外母的 他就說 你過來吧 我想 開張支票 開張支票給你 我那天就特意開車 去到North York 去禁門中 那張支票是五千元 嘩 這些真的是善掌人翁 很感動 很感動 另外我們當晚也有陳漢忠大師 他就畫了一幅畫 是個龍子 因為演變一些 對 演變 就是用龍的形狀 再加上龍子混合 那幅畫我們拍賣了一萬元 很多善掌人翁 另外也有些畫 有些水晶 有很多其他的拍賣 我們加起來 我們就接近差不多四萬元 我們現在就 賣完數之後 就看看何時 就拿些錢回去 我們可能會分兩批 第一批拿回去 就先醫治幾個小朋友 然後再回去 再拿些 好多的消息 多謝 Nxt TV 都要 參與你們的一些演藝界 來過的善掌人翁 總之你去吃過飯那晚 都已經做了善事 是啊 也真的 我也多謝不完 因為自己有很多朋友 有些就 喝茶碰到 喂 有沒有興趣支持 突然給我電話 我最開心就是 有一個朋友 他 我就問我 我發了一些資料給他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支持 他就 好了 完我一圍 完一圍之後 再隔幾天他就跟我 再多圍 又不是 他就說 其實只有我跟我太太 你另外跟我請拜位朋友 坐吧 但我也不是一圍 很多這些人 你會發覺自己很開心 還有我覺得 《平安之家》的意義 跟很多現在現有的 慈善有點不同 因為比較個人 在一個很個人的層面裏面 你自己去接觸一些小朋友 還有那個 那個 搞的 那位太太 CEO太太 她自己就首先掏了學包出來 其實那件事都已經令人敬佩 其實坦白說 大家講過信字 你說 你平安之家 第二年 我們有國議員 有幾個議員 其實大家捐錢都是講過信字 但當然擔保 我們的錢 一定是一分一號 全部都會去平安之家 神經DJ可以擔保 因為為什麼呢 輝哥是一個很謹慎的 我認識他這麼久 是一個謹慎的很重要 也不是啊 你看一下穿衣就知道 你看一下你們 你千萬不要跟我老婆說我謹慎 她一定反對 很謹慎的 OK 那你對選民謹慎就行了 要的 好了 說到謹慎這件事 今天這件事 就要做一個假設 雖然我們說 不要有假設的問題 首先要大家 將你的身份 試想一下 現在這一刻 未必你會想做這個人 不是唐唐 又不是ZY 唐英年 假若你是曾任權特首 大家都知道過往那星期 就被東方日報 首先 踢爆 億萬的船 飛機 很多酒窖 那間公司 六千尺公司 裝修一千七百二十萬 假若你是他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在這一刻 你會否應信 其實現在均衡到整個香港 你不能不應 但問題就是 歸根究底 你有沒有申報 有沒有申報 有沒有底足 因為每一個人 應該都有自己的條例 要是條例不足 你可以走了 要是說 我跟足 今時今日來講 我自己不是同情他 也不是同意他 這種做法 但是很多人說 有沒有搞錯 你去坐遊艇 坐私人飛機 你就給 五千元而已 兩夫妻 給那些什麼 不是商務 經濟客位 船飛就五百元就可以了 當過海 這樣行不行呢 我在他的訪問裡面 我就聽到 他就說 我是符合 機制 如果他真的符合那個機制 你就不能說了 可能是機制出現問題 如果他證明到 他真的有付五千元 而符合那個機制 我經常都會覺得 你不可以排除你跟富豪 見面 但是有一個很有興趣的比喻 有些人說 假如來了進去 其實這是其中一位議員 也提出了 你太太很喜歡的手袋 叫做LB 才算 進去名牌 LV 說得清楚 又不是A貨 但是那個價錢明明是兩萬元 行了 你給五百元 機制是給 那你拿得到那個手袋裡面 其實 雖然說機制叫你這樣 其實你是要避 那些 很奇怪 如果一樣東西都是機制裡面 那你是不是一樣東西都可以要 對 那 那又不同 有些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首先是比喻有些問題 因為跟你的公職沒有關係 OK 你的手袋賣二萬 他收你五百 那這些我覺得 你聽上去當然很不順 很不順 我真是嘗試 很中立的 因為別人就會說 你不是特首夫人 別人就不會 給你 二萬收你五百 正常 因為你是特首夫人 對嗎 你是特首夫人 就是因為你是特首的老婆 因為你是特首 別人才會這樣 treat你 那你更加是否應該推了他不要呢 你要 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你去到那些位置 你覺得 我 手袋當然不能 別人二萬元 收你五百 那你這些就貪了小便宜 對嗎 他減你五百就OK 我覺得 但公職那裡 講不通 租又低過時間 出了嗎 查了嗎 租又低過時間一半以上 那個裝修費 就一千七百二十萬 大家計算一下 這十年裏面 都不能回管的 那這件事是一個 好像很難解釋得通 那些人想問一下 不是貪是什麼 那些人想問一下 有這樣說 就是 現在最後就是有沒有利益輸送 是不是 那你作為一個朋友 你是億萬富豪 那你突然說 喂 住我那裡 住我那裡 我裝修好你來住 那如果我是特首的話 現在看完這麼多經驗 我說不要了 有還不行的 一定會給市民 但我想一下特首的想法 我是退了休 我離開了我的崗位 我才進去住 但是與此同時 他又跟這個 黃楚彪先生 他也知道是那個 新數碼電台 裡面那個 穿情拳之下 他也是那裡的大股東 是的 正如今早上我們才聽完消息 就說那個位置 忘記了自己買了一些股票 預先買了股票的 一位港交所的人 他是一個股東 一個高層 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不備案 結果都要緩刑五個月 這個正如特首說 我當時真的沒有意識到 他在這個 這麼大的機構裡面 跟我有這個 這麼有關係的 interest的時候 是不是你還要這麼嚴重 你都不記得的時候 為什麼你罰下的人 那些人呢 那是嗎 如果你說 數碼港 跟那樣東西 連在一起 那當然是難搞 聯署那些會去查的 但是我想你就一定要去面對立法會 給別人問一下 那問題就是 看你講不講得通 看你講不講得通 但是其實你怎麼說 都不會講得通 香港現在那個社會 還有一般人其實已經判了理由罪 所以我經常覺得 做那些位置 其實就是 你現在說 什麼唐英年 楊振英 那些個個去爭那個位 爭到未必好 因為其實根本 你很難去做到的事情 因為我機制依然還是很幼亂 那我會覺得 曾蔭權現在唯一 就是在法律上 你可不可以坐進去 如果不是 好 這個呢 今天有點緊張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看完我們一兩個 新節目的宣傳之後 回到後 跟輝哥談談 我們這些 曾蔭權我們不知道 在輝哥裡面 我們想知道 在一個市議員裡面 有些人請你吃飯 或者送禮物給你 上次說過一點點 或者那些錢 你怎樣花了 有沒有什麼寶寄 要寄下去的呢 或者沒有位秘書記住 人家一查查到的呢 回到後 我覺得 我也想了解一下輝哥 起碼大家先避了案 好啊 好嗎 不要的 休息一會 不要一 Ern 來了 媽媽媽媽 來吧 首先你要結好聲wood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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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等一下 mettre鼓arde 沒有 老闆 每天都要把油給你們 比較順小 就沒法開 Lond正 你哪一條鎮的呢